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二章一到十节 我自夸固然无异 但我是不得已的 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我要夸口 但是为我自己 除了我的软弱以外 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 也不算狂 因为我必说实话 只是我禁止不说 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 所听见的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 甚大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 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 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保罗在这里说到说 他认得一个人 这个人 他有很特别的属灵的经历 有三层天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能够再听到那天上隐秘的言语 那我们晓得这个人 其实就是保罗他自己 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 有些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他们 有一些很特别的属灵的经历 而当我们听见这些属灵的经历的时候 我们的心中都是充满了好奇 也甚至充满着羡慕 我们也很渴望我们自己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经历 但是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 若是这些他所经历的这一切 会让人们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 甚至高举他 他就宁愿不将这些经历 再继续的书说 所以我们也要留意 我们固然羡慕有属灵的经历 但是我们要小心 不要让这些经历 成为人们所专注的焦点 以至于过于神他自己的话语 我们任何的经历 都是要来印证神的话语 所以若是我们会让人们 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觉的时候 我们要留意自己所说的 我们宁愿单单的来传讲神的话语 保罗他在这里我们看见 有一根刺夹在他的身上 前些日子我出门的时候 穿好鞋子 总没有几步路 脚突然觉得有一阵刺痛 后来把鞋子脱下来一看 原来鞋子里面有一个木屑 而这个木屑就扎在我的脚上面 所以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相信我们当中 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都有这样的经历 因为当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刺的时候 会让我们真的觉得很不舒服 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许会面对一些令我们不舒服的人或事物 我们总是很希望能够快快的把这些不舒服的事情 从我们的身上挪走 但是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 保罗的这个刺 是对他是有益处的 所以我们生活中 我们有遇到这样的一些的困难 让我们觉得像刺一样的事情 虽然我们会不舒服 但是其实它对我们是有益处的 这根刺 对于我们而言它有几层的意义 第一就是 这根刺是神所允许的 我们看见在经文里面 保罗他说 这个刺 是为了叫它不至于过于自高 我们看到 我们身上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若不是神所允许的 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 所以若是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一些让我们觉得 很不舒服的 很没办法越过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相信 这都是神所允许的 因为我们的头发 天父都竖过了 所以我们要相信 我们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神都已经知道 神都已经掌权在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面临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如同次这样子 不舒服 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 神仍然掌权 神仍然顾念你 神不会让我们 所受的 过于我们所能受的 因为神 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 倚靠他的恩典 能够来度过 第二这个刺的意义 他是仇敌的攻击 我们在经文里面看见 保罗说 撒旦的 差异 这个刺 是从他 而来的 所以 我们有时候 当我们 遇到这些 不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 当我们正在 做神 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常常就会有 仇敌的 拦阻 甚至是 攻击来到 所以 我们遇到 一些的 难处 遇到 一些的拦阻 我们就知道说 这是仇敌在 攻击我们 我也要让我们 不再走在 神的 心意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若是你现在 正遭遇到 一些 事情 好像是 一些的拦阻 一些的 艰难 一些的困难 那你要知道 因为我们正 走在 神的心意当中 我们正 做神 合乎神 要我们做的事情 因为仇敌要 百般拦住我们 做和神 心意的事 所以不要气馁 不是因为 我们 哪里 做的不好 哪里做错了 所以我们 遇到这些的 困难 所以 当我们知道 我们 在神的面前 我们没有 什么样的一个 不好的事情 而我们却 我们没有 什么样的一个 好像自己的软弱 的时候 我们遇到这些的事情 我们知道 这是仇敌的攻击 我们借着祷告 我们一定能够得胜 第三个 这个赤 它的意义 是在 让我们知道 要我们学习 谦卑 我们很容易 会因着 倚靠我们自己 我们就会 不去倚靠神 当我们 常常的 倚靠自己的 才干能力 甚至觉得 可以不需要 神的帮助的时候 那就是 骄傲 在我们心中 就是骄傲 会产生了 所以 弟兄姐妹 神为了让我们 不活在 骄傲的里面 有时候神 就使用一些事情 让我们能够 自卑来到 神的面前 我们能够 谦卑的 顺服神 因为知道 我们 不能够靠着自己 来成就一切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要将一切的事情 交托仰望给神 唯有神 祂全知全能 唯有神 祂能够 来掌管 我们的一切 所以 我们 要学习 在神的面前 我们谦卑自己 求圣灵时常的 光照我们 若是我们 没有常常 被圣灵光照 神 也许就会 兴起一些的环境 就如同这个次 为了叫我们 能够学习谦卑 第四个 这个次对我们的意义 就是要写明 神的恩典 因为当保罗 为这次向神求的时候 神对他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所以弟兄姐妹 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也许这些 这些的难处 这些的艰难 真的让我们 很难去胜过 去超越 去越过 所以我们很想 从这样的一个困难 或是这样的人 事物的当中 出来 但是 弟兄姐妹 我们相信 神是会 为我们挪去 这一切的 不容易 但是神要我们学习 能够相信 他的恩典 依靠他的恩典 即便 环境 没有改变 我们仍然相信 神的恩典 要大过这一切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 让我们知道 祢的恩典 是够我们用的 即便在我们的 生活当中 我们面临到 许多的情况 甚至是 让我们觉得 很不舒服的 让我们觉得 我们很想逃避的 但是主 祢用祢的话语 安慰我们 即便 这些的艰难 也许是出于 仇敌的攻击 搅扰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 祢掌权 我们相信 祢的恩典 大过这一切 我们相信 祢的恩典 必能带领我们 能够继续的 往前行 让我们天天 靠着祢的恩典 能够刚强站立 谢谢天父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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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